日本聯同美國等國家的部隊 在九州與東海進行聯合演練 被視為針對中國 另一方面 東部和南部戰區的解放軍 進行實彈射擊 將會衝報到 5、4、3、2、4 東部戰區第71集團軍一支炮兵分隊 近日在敏東進行機動實彈射擊 除了傳統火炮 將他們首次列裝的火箭炮 檢驗部隊在實戰環境之下 快速反應和精準打擊的能力 而南部戰區海軍的登陸艦支隊 近日進行實戰法考核 兩棲登陸艦昆倫山艦 以實彈射擊 這次考核 是要檢驗艦艇指揮員 作戰應變和指揮能力 除了對海空目標搜索觀察之外 還有艦艇補給等項目 在東海南海局勢緊張之下 日本、美國和法國 星期二起一年七日 在日本九州舉行聯合演練 日本陸上自衛隊 美國海軍陸戰隊和法國陸軍 一共大約220名官兵參與 包括離島登陸和航戰 是三國陸上部隊第一次在日本國內正式演練 同時日本會和美國、法國和澳洲海軍 在東海聯合演練 包括反潛和防空 分析認為日本連番動作都是針對中國 有線電視記者 張維聰報道